好那我现在就说回咱们的主话题 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感觉好了就行了 我们刚才讲的是色彩理论 这张图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色彩配色还蛮好的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相邻色配色 它也遵循了光谱的概念 它也遵循了光谱的概念 但是相邻色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然后它的感觉就比较温润 这里头有很多颜色跳跃度比较大 这就说到色彩了 那色彩的这种色彩体系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就比如说有冲击非常大的所谓对比色 是吧四角色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蓝吉巴刀 可多规则的 然后有相邻色 就每一种状况呢都会给人带来好的感官 但是他们的给人带来感官的方式呢 有的相对温和 温和就是安全一点 那有的就是相对冲突大 然后就危险一点 我说的这个危险的安全 是在乎于我现在能力的一个控制 就比如举个例子 你平衡性不好 你现在在个一百层的楼上 你走钢丝是什么百分之百的几率是掉下去摔死 对吧 但是说如果你就是很牛逼 然后你已经走了很多次 然后你也不在乎一百层 对吧 你十层一百层一模一样 然后你肯定就平衡的好 然后你就干啥就走过去 是不是 那关键就是来 你来听我的课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是特别好话的 所以说你来听我 对吧 那也就是说你还是觉得安全还是挺重要的 对吧 我不能上来就一通爆化 是吧 那什么就是比较安全的 相邻色比较安全 那对比色就比较不安全 那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咱们从光谱上来看 这是光谱 那比如说紫色跟蓝色挨的比较近 对吧 黄色跟红色离的比较近 绿色跟蓝色离的比较近 那这些呢 就是相邻色 他们有没有对比呢 他们当然有对比啊 一个红色像跟一个黄色像 一个是黄 一个红 你听得懂了吧 他俩是不一样的色 一个是发黄的 一个是发红的 红是红色像 红是黄色像 一个蓝色像 一个绿色像 一个紫色像 一个红色像 他们都不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色像 那紫色跟蓝色相邻色 他们不一样 但是他们离得比较近 他们很容易就转化成彼此 蓝色很容易转化成紫色 紫色很容易转化成蓝色 那黄色很容易转化成 这个绿红色 红色很容易转化成黄色 他们就是相邻色 那对比色什么呢 绿色跟紫色 红色直接跟 不是紫红色 蓝色直接跟黄色 这就对比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一上来 一个强对比 就比如说白黑 蓝跟黄 一上来就光光就这么强 会怎样 会比较危险 就你这样用色的话 非常非常危险 就你死 你肯定是死啊 你死定了你 对吧 他俩隔这么远 是不是 为什么说隔的远就好 隔的近就安全一点 这个我在以前的光谱的课上 已经说过 待会我可能还会点一点 但是事实上的话 我们现在讲的是另外的内容 听我给你再继续到来 你上来用对比太强 有同学说 老师 你上来讲色彩 我消化不了 能不能拿黑白讲 拿黑白讲也可以 你上来一个极白 一个极黑 你是不是觉得焦了 大部分画黑白 画焦的同学 就是白用的特别白 黑用的特别黑 黑糊成一片 我们管这个叫糊了 是不是 然后你灰阶特别细腻 然后很透气 咱们大家都说 透气 是吧 什么这种 那也就是说 在黑白之间有很多颜色 或者是很多灰阶 然后进行平衡 那这个就安全 我们从一个危险 转化成安全 听懂了吧 就这么简单 意思就是说 我在一个极端的颜色里 加了很多的平衡色 然后使色彩和谐 你实际上从画面上看 你会觉得 卧槽 你这个画面中用黄色 然后用蓝色 对吧 这边紫色 然后这边用绿色 你用这跳跃度 这么大的颜色 殊不知里面有好多 跑龙套的人在协调它 知道吧 这个两个明星 俩人玩的特别貌 对吧 但是你这里面 有好多跑龙套的 在协调 然后使你的画面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 用非常危险的颜色 这种这种画面 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不但危险 而且还牛逼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 用对比色的人啊 他用十套颜色 我靠用了十套颜色 然后又用这么大胆的颜色 如此对比强 对吧 你会觉得 他用了又多 然后又牛逼 是吧 实际上他没啥好牛逼的 然后你看香菱色 香菱色 这张就是香菱色 你就会发现 画面除了红 除了紫红色 就是蓝色 你就会发现 他就用这俩色 然后别的有吗 你又发现绿色吗 你又发现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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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紫 什么别的 就是用闪烁的颜色 其实就是两个 比较接近的 话来话去 就是两个颜色 这香菱色 它就比较安全 这就我刚刚跟你说的两个道理 对吧 意思就是说 你懂配色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想用比较冲突大的颜色 你最好准备一系列的跑龙套的给它搭衬 麻烦不麻烦 肯定是麻烦 对吧 那你说香菱色呢 香菱色就比较简单 你看现在有好多那些材料绘画的那种画家 直接给你画个线稿 直接就是拿一个水彩纸 水分纸画个线稿 然后拿那个小毛笔 然后蘸着点颜料 啪啪就给你画 哦 出来很好看 然后梦幻的一笔 是吧 就是粉的 桃红的 对吧 我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 就这种同学的图 大部分都是粉的 桃红的 黄的 翠绿的 乌绿的 都是香菱色 都是香菱色 很安全 这样 我像说 你看看是不是大数据 如果一上来材料绘画 卧槽就是对比色 胖胖胖 石套 马斯克那种 你放心 它死定了 知道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上来 你材料绘画 你就画一张线稿 你一旦你配不好色 你就不能contr u 对吧 你就不能调 是不是 你下来 卧槽我觉得蓝色不好 我想换成红的 你怎么换 换成厚了 知道吗 所以说很多 画材料会画的 画假 尤其是画漫画 然后画这种什么古风 什么少女风的那种 飘啊飘的那种 基本都用的 大部分 我说大部分 不是百分百 就是大部分用的是一个 香菱色体系 就比较近的 这样一个状况 我能说 老师你能不能 现在讲讲 这个技术配色原理 然后什么这样的 好 我们讲完了 讲这个再讲一讲 就是光谱是这么一个状况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光 我还从最原始源头给大家讲 意思就是说我们画画 其实是搞明白两个东西搭配 然后就OK了 一个是光 然后一个固有色 就是固有色跟光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画色彩的 要整明白的事 我这么一说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你光打到一个固有色上 光打到一个红色的固有色上 就光打到一个红色物体上 光打到一个蓝色物体上 光打到一个什么什么白色物体上 这你看的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被你看到了 肯定是因为它有色 对吧 灰色白色黑色 它也是色 对不对 你就要整明白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也就是说我要整明白 光跟固有色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要想学色彩理论 非常非常原始的色彩理论的话 必须得从特别 是我就 对就特别像一个脱褒笑秀 演员嘛 对吧 毕竟上了十年的课了 同学们 我原始终于有十年了 本来今年是想庆祝一下的 创始十年了 创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结果今年好倒霉啊 疫情 直接给我们干废了 哎 这一年一年是两期 结果直接少一期啊 不不说废话 好 那我们接着说啊 好吧 我还要插播一插播一个广告 其实事实上咱们原始终力 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还是不错呢 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风格比较朴实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装逼 咱们这边的没太装逼 讲的都是相对咱俩比较朴实的 就是比如说老师们最不愿意去讲啥 就是色彩理论 为什么呢色彩理论或者是结构理论 这些东西一旦讲错了 让高手听见了 他会觉得很丢人 就比如说 比如说就我吧 我经常会有时候看一些特别红的画家 然后在网上直播 或者是小孩吧 直播 我去听给我听乐了 知道吧 给我听乐了 就他们一通胡说 知道吧 胡说八道 就是我这么讲 那我当然不能说谁了 是吧 就是这我就觉得当然红归红 但是他们一通胡说八道 这是真的 就这么讲 那所以说你说我是不是也特别害怕 我当然特别害怕 就是你万一讲错了呢 对吧 你万一讲错了 是不是别人会喷你 就是或者比你厉害的人一定会喷你 所以说你不能讲错 你不能讲错的话 你得看书啊 对吧 你得多去看看东西 所以说我需要的时间很多 那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讲理论 大家都不愿意去讲 所谓的这个美术形成的技术条件 为什么一不想讲错了 我画感觉都好 就我的风格 我的fuel对吧 我的风格 我的fuel你要想变成我这样 那你就听我讲就没错了 我讲错了 你也听着 因为什么这就是我的fuel 热度的感觉 那这肯定没问题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 哪个画家想一辈子 跟一个人一模一样 就比如你来跟我学习 你觉得冯老师你真牛逼 是吧 我跟你学习 你画的好 我觉得我跟你也学 但是事实上你在这儿 学了两天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 我觉得好侮辱啊 就是被侮辱的感觉 明白吗 就是画完了以后呢 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表扬 就是哇 你画的跟冯大一样 这怎么简直侮辱是吧 但是现在就有些小孩呢 就甘于这样 就甘于说 我是这个老师教的 我就觉得 我画成跟这个老师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至高荣耀 我觉得这很二 如果你要出现在 原动力的话 我会觉得 还仍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 仍然是脑子问题 是吧 我不是本来想说广告的 怎么说到这了 意思就是 你对原动力 讲的理论会比较多 这么讲 就是所谓的这个 美术的一些东西 不是CG的东西 再说回来 刚才我们说 就是光跟故色之间的关系 光跟故色的关系呢 我们说 那就必须得了解 一些物理的东西 就是光的一些橙色的 这些原理 就比如说 我们一直常说的染色性 跟照明性这种东西 一个加白 一个加色相 我这是最简单的说话方式 就是一个加白 一个加色相 一个叫明度 照明度 就我们说的照明性 然后一个是色相 色相就染色性 什么意思呢 因为光分很多种类型 我不是说什么白智灯 这个大自然的太阳光什么 我不是要说这个 因为这都是虚的 这都是给小孩讲的那些装必用的 就每一个讲什么盖色老师 几乎都在讲什么白智灯 什么霓虹灯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大自然的太阳光 听这东西有什么用 我现在说的就是黄光 红光 蓝光 绿光 我就是只说这个东西 就是你是什么傻的光 这个才是我们画画人最关注的东西 甭我讲那些什么大 大气光色 什么这种东西 没什么太大用处 就是你他们黄光下是什么东西 你蓝光下什么东西 绿光下什么东西 所以说在我们实在的学美术的人的眼里 事实上你就了解是不一样的光色 打在一个物体上什么东西 有东西说 老师这是不是很难 这其实不难 你想想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给我数数 我现在在说你给我数数 这里是红 一种 这里是紫红 两种 这里到这紫了三种 这里到蓝了四种 到这孤蓝五种 到这了绿色六种 到这了草绿色七种算七色七种 行吧 七种了 七种到这了是黄色 黄色 黄色就是八种 八种 然后淡黄 然后再加暖红 下来十种 一个就是十种 一个就是十种光的一个表现 听起来也不少了 十种光色 你还能叫出来别的颜色吗 除了我说这十种你还有什么吗 是不是 你还能说出来什么呢 白色光 对吧 白色光是因为这十种光 怼在一起 然后就形成了这一只白光 我对你说不明白啥意思 我跟你们讲 就是如果拿一个棱镜的话 把一个白光分离了 就分出来 赤身光 其他意思 这种颜色 这就是基础色的 就是它会能分出来这种颜色 有人说 那我了解干嘛 我了解这个东西干嘛 这个东西不就是物理的东西吗 不是 它们分离出来以后的排列 是按照这个排列 分离出来的话是个环 这条接这条是个环 有同学说 老师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环呢 很简单 就是要了解它的衰减的规则 了解它的衰减规则 有同学说什么意思 来我给你们举 简单一个 就是你们其实听过的课 其实不想再多讲一点 但是肯定是有很多同学 没来 没听过演讲的课 所以说我还是得说一下 就是我如果画一个球的情况下 就是如果画一个球 我现在别感觉它是什么颜色 就给一个灰色吧 就是一个灰色 咱们就是为了让你明白光色的原理 就比如一个灰色球 如果这个光打下来是什么状况 这个比如说一个黄光打下来 就黄光的话 就最落光的落点白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那是柠檬黄 柠檬黄外面呢 就是发红一点的黄 然后再往外圈呢 就是橙色 我把这个画的稍微的 再让你看明白一点 就有同学说 老师你画的这个东西 咋那么的简单 复杂了你听不懂啊 复杂了你听不懂 就是我用最朴实的方法 给你讲光色理由 好了 然后这边什么呢 这边明天交线 到这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个灰色 其实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固有色 就明天交线附近 是个固有色 这是个固有色 我画的比较硬啊 然后这边呢 死记一片 啥也没有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就是一个光 会给一个固有色带来的状况 大部分同学画不好 是画成啥样的 大部分同学画不好 画成这样 再来一个固 不费的劲 拿这个复制啊 大部分同学画不好啊 就比如说他被一个黄光照 他就认为黄光 好黄光 然后呢 无限的加白 就这样 就是你看我没有加别的 就是黄色 加了点白色 然后就加白 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听懂了吗 他得到这个 有东说老师 你为啥不讲暗面 注意我刚才说的话 一个固有色 接受一个光 明白吧 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课上的话 至少能讲 一学期知道吧 咱们同学呢 就是把一个光呢 看的不单纯 就一定要看两个光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这都是传统美术教育 他在学素描的时候 老师说 先画面交线 画面交线 画收光面 画按面 到目前为止 还有同学在问我 老师按面怎么画 你说按面怎么画 你的地盘 你做主 比如说举个例 我想上面再加个光 我想上面再加个光 这边就亮 我想下面再加个光 这边就亮 是吧 这个光呢 是蓝色 好 那这个光就蓝色 那这个地面的光是黄色 这个地面就黄色 这从盖世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你加几个光 你的暗面就会变成什么 就这么简单 怎么教你暗面 你说老师 你教教我画暗面 我觉得是他妈 傻逼到极致的说法 知道吧 意思就是说 井底之蛙 老师你教我画立月亮吧 因为什么月亮就是全世界 你教我画月亮 你得给我设定好 你是啥前提啊 你是在一个啥的光色环境下 你才能明白 暗面咋画 对不对 我现在就一个 老师我觉得这种不好看 那这种好看不好看 那就是一种光 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就是我们说的色温 对吧 那老师我觉得第二种好看 这种好看 那这种是三种光 造成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他如果现在就两个光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上面就没有了 就这样 他就只能是这样 你愿意不愿意 真的就这样 其实我这个画应该画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测弯 我现在等于又说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说回咱们色温的这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 这个排列你会发现 它是从柠檬黄到黄 再到红色的 左边到红色 它刚好是这样的一个排列 我现在只讲了这一个光 意思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绿光 它可能的这个排列波段就在这 红光的排列波段就在这 紫光排列波段就在这 黄的和暖黄的排列波段 可能在这个位置 就你可能是暖黄到这个 蓝紫色到这个 我今天是没带这个课件 如果带这个课件的话 我会给你看一下 我做的实验 你说什么 还有实验 当然有实验 当然有实验 什么实验 就是绿光下的一个颜色 就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你自己可以自己做到 你今天晚上如果听了我的课 你回去可以自己试试 你给自己的手机上 加一个 你给自己的手机上 加一个 纯绿的壁纸 然后把灯全管了 然后这个绿纸照一个固有色 比如你照白色 你照白色的话 就完全可以看到一个绿光 在一个白色固有色上的 整个的衰减波段 你可以再换一个红色壁纸 然后再一个白色上试 你再可以拿一个蓝色的光 然后蓝色壁纸 然后再照一个试试 你放心 它绝对不是只加白 就是蓝光的衰减就是加白 红光的衰减就是加白 就这种状况 黄光的衰减就是加白 它绝对不是加白 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走 那这个规则就光谱 普通说 那老师 那你这样画 有没有遵循光谱的规则 来你们看一下 你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这画 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黄色的光 最中间是白的 往边就柠檬黄 再往边就淡黄 淡黄再到橘色 这个就特别明显 就看这里 就看这里 然后从大的环境上来讲的话 从你把这个图 说到非常小 从大的环境上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黄色完了以后 慢慢偏粉色 粉色慢慢偏蓝色 逐渐过渡到蓝色上 所以说这颗蜡烛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举个例子 它离你越近 它越黄 你越远越橙色 然后再远处的就变 慢慢就出去光了 它就开始变紫红色蓝色了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说它也是要有一定几率 是按照光谱的排列来走的 有的人说老师怎么能让色彩和谐 是不是我只要配好了就行 我跟你讲 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东西 就色彩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 就是这不是你来制定的规则 是你的设备制定的 就是你们都认可吗 你们的眼睛是一台生化设备 你知道吧 就是你的眼睛是一台生化的成像设备 然后它通过神经连接你大脑 然后它在你的大脑上形成图像 就成像了 但是你眼睛就是一台设备 这台设备就有它的实用说明书 然后就有它的橙色规则 别管你是设计性色彩也好 还是真实性色彩 它完全都得按照光谱的逻辑走 能懂吗 就是别管你是他妈的什么 什么这般设计性色彩 还是什么真实性色彩 你如果脱离的光谱 你的色彩就是脏啊 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全都来了 然后如果你要是没有脱离 就是说 是我看到一些这些颜色 就特别特别的不讲究 然后就特别不讲究 然后就还好看 是咋回事 你如果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讲 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 不讲究是有一定的 不讲究的规则 然后我在原动力 总是要拿一个超人的衣服 来来去讲这个色彩 意思就是说超人穿一个红色内裤 穿一个蓝色的上衣嘛 对吧 你们都知道超人红色上衣 然后不是红色内裤 蓝色上衣 你会发现这个蓝色呢 是冷色 然后红色是暖 是暖色 这是非常冲突的颜色 对吧 你们就听我讲就行啊 你们完全可以预见到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光照在一个蓝色上 假设我们这个光 是黄光 是暖光 我再说一遍啊 你们要明白这个事 算了 我觉得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个光听的话 肯定是会听茶的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蓝色 这个蓝就是超人的上衣 这红呢 我为了待会我能去把它做的强化 我稍微让的这个红呢 稍微的重一点啊 就就是理论上应该可以用一个特别 特别鲜艳的红 就是老师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红啊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红 就这个红看起来好像更好一点 就是我待会这光我就上不来了 我就拖不起来了 所以说我就先把它压重一点啊 所以说压重一点啊 就红也压重一点 就一个稍微的重一点的红啊 就明度稍微低一点 这是为了待会让你大家看到光的状态啊 好就这两个 我拿着做一个实验色彩实验 好了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什么实验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讲射精色彩和真心色彩之间的关系 啊 有同学说 我操你说这个东西太太他妈悬了 是吧 这个专业专业的名词是吧 在拽什么拽啊 这不是专业的名词啊 这是说法不同 但是客观存在东西 有些老师会管他叫什么主观色啊 什么色叫什么说法都有 但是事实上的话呢 这种东西都存在的啊 那我先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什么叫做主观色呢 主观色就是我他妈想来啥色就来 你管我啊 然后呢 真实色什么 真实色就是引擎啊 就该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啊 老师你不要做实验吗 好了 先来了啊 我现在假设给一个黄光或者橘色光 这个叫暖光 对吧 就暖光 黄光随便你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OK就选他 如果现在我们来混合他 你看我混合 我用红色的光啊 稍微纯一点 颜色稍微纯一点 稍微亮一点 你会能感受到他的好看 你看这边被感受 就被这个光侵染的固有色变成这个色 然后你再看他 混合后以后 他成这个色 他成这个色 哎 我先不跟你讲所谓的什么光色的衰减逻辑啊 我先就讲 简单讲一个 我现在如果一个蓝色固有色被一个红光一照 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红光会跟蓝色的固有色叠加 产生一个新色 这个傻逼都知道 对吧 因为两个颜色加在一起了 那加在一起就变成这个色了 就是紫色 然后那这个红色呢 被这黄红色一蓝的就变成这个色 好 我现在记得结果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色分体下 真实的色彩出来的 这个超人的上衣被红光 就超人的红色内裤跟蓝色上衣被红光 侵染以后 上衣变成这个色 然后内裤变成这个色 就这个色就是他 好 那就出来一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红色内裤现在还是红色的 这个没问题 红色内裤没问题 对吧 红色内裤被红光照了以后还是红的 没问题 哎 我保护住了固扬色 那蓝色上衣被红色光照了以后变成紫色 然后蓝色蓝色的固扬色保护不住了 变成紫色 那现在我画一个超人 我上面被红光衣照变成紫色了 然后下面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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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红光衣照变成还是红色 没问题 那我蓝色其实是保不住的 保住保不住这就真实色彩 如果我现在用设计性色彩是什么呢 你看啊 我这个红光 我这个红光照这个 我现在可能用的不对了啊 我现在这个红光 对这个就对了 我现在红光照内裤 没问题 还是这个红 OK 还是红 那我现在蓝光照上衣 那这是蓝 好 也就是说被光普照了以后 还是保护这个蓝 还是保护这个红 那可是你要注意 我上面说冷光 下面不能叫冷光啊 上面叫蓝光 下面叫红光 那这个就是完全矛盾的 就是在同一个画面中 上衣接触的是蓝色的 那下面的接触的是红色的光 那这是矛盾的 那我们管这种矛盾的 叫做射镜色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观色 还有老师可能叫别的奇怪的名称 反正这是我听的比较多的 那我们二次元的是什么情况呢 二次元就是这种情况 二次元就是他妈我想 什么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我就我想让他上面接触蓝光 就蓝光 下面接触红光就红光 那么具体在衰减的过程中 是什么样的 那你看啊 蓝色的光的衰减是 先从孤蓝 然后再到蓝 再到紫红色 他多了一层这个含义 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想让他衰减 就我刚才画那个球 就这样的一个衰减 那红光是什么 红光是先从 黄色就偏黄的红开始 然后呢 再到红色 然后再到呢 冷红紫红色 是这样的衰减规则 到最核心的地方 有点发黄 那也就是说 这样是好看的 看懂了吗 这样是好看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意思就是说 别管你主观色 还是你 还是你什么 什么什么真实性色 但这个不能歪去 就是从蓝到 从固蓝到蓝 蓝到到紫色 这个不能歪去 从黄再到橘黄色 橘红色到紫红色 就是我们说的珠红色 这个是不能歪去的 这就是我们的光谱 听明白吗 光谱 那我当然了 我在真实性色彩里头 还是这个理论 那这个紫色是什么样的 这个紫色就是什么呢 假如我接受冷光 这个紫 紫 先是接受这个冷 紫 然后逐渐的往红上过渡 然后到这边就红了 是这样的 那这边呢 还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好 那你就说 虽然 不对 这个是刚才那个 对啊 这个渠道 那超人的上衣 接受的真实色 是这样的结果 接受的主观色 是这样的 这样结果 虽然它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两个相同的 但是事实上 一个是任性的色彩 一个是不任性的 但是你任性不任性 它得按照这个顺便宜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枝言片语吧 枝言片语 行了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回来再说第三条就是关系 就我们说的这个 就我们说的这个 就我们绘画的过程中呢 这是三大体系 一个造型 一个黑白 然后一个是色彩 他们应该是一二三 这么排 先是造型 然后再关系 然后再色彩 但是层中级的应该是色彩 然后关系 造型 就是他们在这个事的过程中 他们出彩的程度 并不是重要度 出彩程度 好了休息一下 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也没有啥特别好想 因为因为这第三个部分 它非常非常枯燥 这个这个我就还是先说两句啊 然后然后我先说说 因为我今天嘚巴了一晚上了 大家可能挺烦的 然后咱们还十几分钟就结束 所以说我们今天肯定是脱糖 脱一会儿啊 然后咱们讲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给他上一下关系啊 一边讲一边 一边就说着 咱们就聊天 然后咱们就上去 那在这个前面 我还要证明一下 这个东西 就还得解释解释啊 我们先讲讲这个素描啊 素描就是我们说的关系 就是你们听我讲 绝对我说的东西 都是你们 就是马上能脑补上的东西啊 就非常非常接地气啊 为什么呢 我来给你们说说 这个素描关系什么东西啊 就比如造型 这里面悬的东西很多 色彩里面悬的东西很多 什么叫做悬的东西 就是很多缥缈的 就是好一下特别好 就是我们上升的阶段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突然间突破了瓶颈上升 你都明显的感受到上升的这个这个环节啊 就是在造型跟色彩里环节 你你感受特别深刻 为什么呢 它能瞬间让你抓住感觉 就比如形状的香气 就比如一个人身体啊 我们突然间画有味儿 突然间没味儿了 就一瞬间的壁垒就破了 就破壁了 就一瞬间那个壁垒 啪就破了 破了以后呢 一个站在门里头 一个站在门外里 有感觉就有感觉 没感觉就是冲击娃娃 就这么简单 我刚才说的是造型啊 色彩也是 色彩你一直画的脏 一直画脏 突然间有一天你顿悟了 然后你突然间觉得这个色彩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然后你能够跟你的理论相结合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画的就没有那么的辛苦 就没有那么的脏了 这是我们的色彩的部分 那素描是什么 素描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枯燥的 然后让你就是一点一点 循序渐进的变好 然后在这个环节里 你没有什么顿悟的概念 就没有说什么 突然间我今天我明白了 然后第二天画的旗号无比 疯了一样 没有 然后等你练成了 就比如说 就举个例子 什么叫练成 再不叫练成啊 咱就说 你画的有一定的经验 就比如像我这样 就还嫌凑合了 他画的还可以 然后你能不能突然间 你有一天你关系画的特别好 然后你就不用看资料 啥也没有 你突然间一个关系 画的旗号无比 能不能 也是没有 然后我画关系的好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个隐形 然后我没有预见到一些 异形啊 就是奇怪复杂图形的啊 在这种奇怪图形的一些 一些东西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是 我必须得找资料 就是我得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复杂的形状 就有各种规则型 组合成的一种奇怪形状 我管叫异形吗 不是那个长舌头 然后跟个生殖器 那我必须去看到实物 才能真正的感受到 它的结构的状况 然后它的光的状况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讲 就我经常 我的手机里面就有poser 然后就 然后我拉一个人 买个姿势 然后我看着光 然后我的桌上 有各种小玩具 然后可动不可动的 然后光一打 然后就光打脸上 然后脸上 那个位置是黑 那个地方摆 就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它就是非常非常枯燥 朴实的东西 然后走不了捷径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 基础的练习的时候 有些人就比如说 他们都愿讨厌讨厌这个部分 当然我这样说 只是说 就是从一个大的环境下来 看这三个环节 就是黑白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比较枯燥的 非常非常枯燥 没有什么意思 就比如造型 造型的时候 我们画漫画的同学 然后一直画的不怎么样 然后就基础基本功能也不好 但是突然有一天画的有感觉 就突然间特别有感觉 然后一下就一下 长足的进步 然后色彩也是突然间 就能在这个环境里 感受到它的飞升 但是素描就没了 然后从传统美术来讲的话 素描也是极刚 然后极其科你时间的 对吧 然后我在技术美术的练习里面 我的素描 我的素描 是练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 至少在三四年 两三年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需要你 就是对光的这种认知 对光投射到一个奇怪形状中 那个受光面的面积 跟这个黑色面积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状况 你要需要完全的通过预见才行 就是就完全就是看到过 才能才能才能有 然后你还得把这个死死的烙在你的脑子里 这么说吧 就是所有的脸部的默化 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人的脸 对我们脑子里最 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 就是他脑子里肯定有一个烙印 就是让一个基础阴影 基础阴影 我画的怎么那么歪 我画的很简单 就是我画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呢 就是烙在我脑子里的基础阴影 就是阴影 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说明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得需要记忆 然后越复杂的东西呢 你越需要记忆 为什么 因为通过推理 你的推理的来源是什么呢 推理来源于还是来源于你看过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没有什么所谓的设计性 非常枯燥 然后他由什么东西构成了 他就由黑白灰构成了 三个色构成了 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色呢 就像一个轴向 就是黑 就是白 就是灰 就是这三个阶段 你就在这三个阶段里游离 你就在这三个阶段里游离 他们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就黑白灰 就是我可能在这个点上 我可能在这个点上 可能在这个点上 那有可能在这个点上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所以有很多同学 就比如说他脑子是比较单线秤的 就比如说他就是喜欢画素描 为什么他不想做色彩 因为色彩的话是一个数学问题的话 就深蓝浅蓝 然后还有孤蓝跟这个保湿蓝 你看我说的是一个白色缠达在里面 然后一个是色相缠达在里面 然后还有个纯素缠达里面 他们一成的话就是几亿种组合 这种太恐怖了 那黑白呢 虽然它特别简单 虽然它也挺复杂 它也不是多简单 但事实上的话 它就三个波段 就是黑白 它就只有三个阶段 没有什么太多 让人感觉数量庞大 那有很多同学就愿意说 花素描 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处理多现成问题 他就是愿意说 我就这个三种颜色里找变化 时间一长 他也是能打出很多好看的招数来 但事实上就是你可能我们讲 就是说爆发感情激情的东西不行 它就是一个硬功 那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就是为什么通过素描图来能呈现这个人的技术 基本功能特别好 就比如说一看素描 好 我就能看到你画了几年 你素描画了四五年三四年 然后你出现的那种算光的那种准确性什么来报 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如果是画线稿就不一样 你画线稿的话 感觉好也骗人 你有一张画特别有味道 但是你一过来让你画个手画不了 让你画个脚画不了 什么关节 什么结构都不行 就容易出现看走 看错的那种问题 但是素描是几乎跑掉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说 你得至少有素描 或者是带着体块关系的色彩 我就能看到你的关系 看到你的关系就行 所以我们管这个关系就好像是一个乐队中的鼓手 就是个鼓 就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能拖住你头取的了 对吧 能把高音就藏在里面 高音肯定能被你听见的 但是特别扎耳朵不行 就比如说一个电极的 你特别扎耳朵不行 但是实际上如果有鼓以后 你会发现 就特别的浑厚再加上高音 就这种感觉就非常舒服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说 一张画的支撑这张画的灵魂的话 其实还是在于你的体块关系 然后体育关系没法作假 特别能体现基本功能 就是素描为什么能体现基本功能 最主要的部分 那我要说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呢 我这么讲 如果你经过了非常非常牛逼的 传统的美术的训练 到我这来学习 我觉得一切都特别简单 就什么事都特别简单 但如果说你没有经过 这个特别复杂的这种基础 基本功的这种练习的话 你到我这就非常麻烦 你的很多东西都运行不了 色彩就根本运行不了 你造型可能还能好点 就是色彩几乎运行不了 为什么意思呢 如果传统美术的色彩练习的话 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事物一分为二 这个素描关系在里面 起着很重要作用 你看黑色 明眼交线是黑色 这至黑无比 我刚才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 还有同学问 为什么明眼交线 这个地方你不讲 因为明眼交线很简单 明眼交线是光 完全进不去的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是在一个理论上 非常非常严格的环境下 就比如在太空 在太空中 然后周围没什么反空事物 你就月球旁边 除了地球 没别家东西 对吧 地球的光也不太容易 反到月球上 月球光 受光面可能能行 但是背光面 周围没有啥 就比如说有个桌子啥的 就反不上去 所以说它就是 月之暗面一片死寂 对吧 所以这很多小说 作者 阴谋论作者 都是觉得月之暗面 有什么奇怪东西 什么这样的 因为它一片死寂 就死黑 有死黑 明眼交线是首当其穷的死黑 然后这个地方灰 这个地方灰 为什么灰 这个地方灰是因为有反光 然后这个地方亮 高亮 那是因为阻光造成的 就是我们的环境中安放的阻光造成的 我们其实在画画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上帝 你是构架你这幅画的上帝 所以说你是想怎么安放它 怎么安放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安放你的阻光 安放你的辅助光 对吧 所以说就是你在设计你的暗面 这我刚才已经说过 就是你想让你的暗面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就比如说这有个光 对吧 这有一个穷顶光 然后进来一个蓝照到这里 非常微弱 这个弱对比的一个蓝进来 当然我现在是素描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来自于桌面的一个反光 然后这就是灰 那我们管这个区域叫做灰 管这个区域叫做白 管这个区域叫做黑 那这个世界就是由黑白灰造成 就是不管是什么颜色 它都是以素描关系为鼓的核心的 就是像一个鼓一样 就是一个鼓手 一个鼓鼓手 像一个职业的这样的感觉 就是它是以这个为核心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不是说到一个词吗 就是传统的美术教育 传统美术教育就是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呢 这个分二以后呢 瘦光面是什么色 暗面是什么色 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 再画一个对比的颜色 就用蓝色吧 就是大家经常会喜闻落见 受光在一个蓝色 然后如果你是按照套路去画 这么画就完事了 这么画就完事了 传统美术教育就是这样 瘦光面画一个黄光 画一个暖光 暗面画一个冷光 就传统美术 就是你傻逼兮兮的 你不管了任何状况 这样的话能不能画和谐 也能画和谐 就瘦光面来个暖光 按照暗面来个冷光 然后这么一冲 做成这个世界也行 然后大部分 就是形而上的同学 或者说是非常非常 那个就是不去找寻他的本源 就是这么套路性做的同学 这么着也能挣钱了 就是能在游戏公司上班 但是你问吧 十个里面有八个 不懂什么叫色彩理论 这是我 这是我每天都在经历的东西 你别管你什么公司上来的 什么网易盛大腾讯 几个牛逼公司出来的同学 你给他讲色彩理论 为什么 就问问 就可能就问住了 就问成傻逼了 就不懂 你问什么问 他妈能画好就行了 就这种感觉 那我说回来 就说这么画也能画好看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什么样的人这样的 就是你会发现 他什么画都是这样 就是比如画个肤色 瘦光面暖光 然后暗面冷光 就是一辈子画这样 画角色力会吧 一直都画点 驾驭的游刃有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烙出了 就是射光面什么颜色 暗面什么颜色 这就是传统美术教育 给你带来的 就是我们的素描理论下的一个东西 那在西方的美术教育里面 就是发展到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色温啊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在里面 就是完全概设理论 就是把光当能量 他们的思路就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他们的思路什么呢 就是物理 就是纯的一个引擎里面 知道吧 就是把光做成能量 它在照明性染色性的情况下 这个能量怎么衰减 就是这么个概念 它不是套路性的 套路性的同学呢 特别容易化成射精色彩 然后呢 色温的同学 特别容易化成盖射 就是所谓它是真的那种 是大概这么一个状况 那至于谁高谁低呢 没有谁高谁低 就是想怎么样化 怎么样化 对吧 你做这盘菜 谁管你咸甜 对吧 咸甜都是一盘彩 好了 那我们刚才说 那素描关系不存在 你们刚才说不存在什么 我们讲色温这些悬的东西 刚才我不说了 造型跟色彩都可以有悬的东西 都可以瞬间爆棚式的增长 也有几种战斗力啊等等 就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爆点 就会发现一个人的色彩突然好了 一个人的造型突然间好了 但在素描里头几乎是很难发现 突然间的转折 全部都是循序渐进的 慢慢的 就是梯节性的这样一点点往前走 就是我们说的量变产生的东西 不会出现质变 量变产生的质变 不会出现那种顿悟 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素描关系里边 你就别想省懒事了 然后我也可以讲得清楚 那大部分时候呢 我们就是讲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讲 就是这个事物啊 就是它的根据它的起伏 就这个东西起伏 明眼交线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们大概要知道 这个事物的最高点 最低一点 那最高点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受光面 就是我们说的白 对吧 最低点就是我们说的闭色 就光完全打不进去 那也就是说 在素描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就总 掌握三个东西的位置 一个就是灰的位置 在一个受光面的这个高光的位置 再一个就是闭色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说的黑白灰的分布 我可以完全套路的话 也可以完全就是 就是我们讲叫做 这个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然后去把它 这个这个转化成好的一种认知 烙印在你的脑里面 当然我觉得后一种相对来的比较好 就是好的认知比较好 所以说我的桌子上呢 经常会放一大堆小玩具 然后有些同学都会认为 说老师 你可能是一个什么模型爱好者 这必须的 简直就必须的 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放在很多位置 但是为什么桌子上白满满 就是因为 时不时拿手机打 就是参考 找资料的话呢 永远都没法找到一个非常合适 但是自己打光呢 就没准就能找到非常合适 就还是这个资料特别重要啊 好 那我们这个对这个素描关系学到比较好的地方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大部分同学非常非常保解决的问题 就是一个对比问题 这个对比 上升到色彩领域里头的这个对比问题 会变成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有纯度对比 色相对比 然后还有明度对比 就一下你的这个内容呢 扩充了两倍出来 就是明度 然后呢 色相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纯度 就是三个 你就测展成三个问题 那如果在黑白里的话 就是一个明度问题 就是它的对比 只存在这个问题 那对比里面呢 有强弱 强弱问题 有同学们觉得强弱还用说吗 不是 强弱是什么 强弱是整个世界 强弱就是你在素描关系里面的整个世界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推一层关系 我们就黑白 推两层关系的就是黑 1.5黑 然后白 然后再推三层关系的就是黑 1.5黑 1.5白 然后白 这就变成四层 就这样 就是你可以推的很细 然后越来越走越来走 然后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厚 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你会有一个排序 就是第一层强对比 第二层热对比 次值次次次次次 然后就整个世界就出来了 就一个空间出来 这就我们说的对比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几乎是你素描的全部 有同学画不好是什么呢 画不好就是对比搞不好 花碎 这是我们经常会出的 花碎 不整 就是关系不整 然后很片 就是对比问题 就全都是问题 对比问题 有同学说 老师我把黑白灰的边界算得非常准 但是我就是还画不出体育感 就花碎 不整 碎乱了 就我算的这个边界 黑白灰范围的边界算得非常非常精准 就没错 我认为绝对没错 我把它画成漫画填成实 这些美式漫画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画出厚度来 我就画不出厚度来 就鼓障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对比 我刚才说这个例子 我不知道你们脑补的出来吗 你们看过美式漫画 美式漫画经常就是白就是白黑就可以特别强烈 对吧 在那个语境下我们觉得挺舒服 但是拿到现实世界 我要让它感觉到非常强的厚度 空间感 那美式漫画做不到了 就在那种语境下我们觉得OK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是不行的 我会觉得瞬间垮掉 知道吧 就不行 弱爆了 就黑白漫就是我说的美式漫画就白就白黑就黑的 瞬间就垮掉 一点这种语境都没有 那这种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写实的世界里 我们必须得把对比推得很细才行 就是中间有强对比弱对比 然后刺强刺弱 这几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好 然后呢 有些同学能力比较差的同学 愿用这种常规比 常规比就是相对来讲比较 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 就是一上来我会把棉胶线的位置 计算的非常清晰的 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特别清晰 然后没有灰 这样的同学呢 就稳当一点 就是画不是说的好啊 就是说这样的话执行起来比较稳当 然后再有一个环节就是处理灰面的 就多一个环节 有些同学呢就比较会画 就是会用这种这种这种带点材质的 或者这种软硬坚实的这种笔 比如说像这种笔 就是同时能画出软个硬的同学 那这样的同学呢 就能力稍微强一点 如果hold不住会怎样 hold不住就会糊 就是关系推得不好就会糊 就画的软绵绵的黏绵糊糊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看你的能力的强弱了 如果你觉得你一不小心就容易画糊 那就常规比 那我今天就是为了给大家 就是演示这个东西 所以说还是要用一个常规笔来做 就是咱不能说来这装逼 装逼的话用材质笔也能直接画完 不漆盖也能直接画完 但是就是这就装逼了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是普实一点比较好 那Mask这个时候就有用 你看我先备份一个 备份一个呢 这是我的选区 这个就是我的操作层 就是我在上面画 这个层其实是我之前画了一点点渐变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怎么看的那么不清楚 我说这里调错了 我这里画了一个渐变 这是有一个渐变的 因为实在是太硬了 这样看太硬了 这没用 这个没用 先这么放着 我就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 才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就开始在这个上面画 那先画哪块呢 我就这么说 你喜欢先画哪块就画哪块 但是事实上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应该是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先画大面积的颜色 就是你不要先从小的画 为什么呢 我来说这为什么 因为你画小东西呢 就比如说先画草莓 画完了以后呢 它在画面中面积太小 它在整个的环节里呢 它不起到啥作用 它没有什么明显的 画完了以后 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它不是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什么反应画面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 动大块的情况下 画面会马上发生变化 然后这样的话 你会马上做出调控来 就说这个颜色合适不合适 然后也能马上感到效果 所以说一般从大块上来讲 我这个蛋糕呢 其实面积最大 但是没啥好画的 但是我还是从大块上来画的 就选一下 先画冷的部分 就是暗面 关于配色 其实我们要说两句 有些同学习惯这样的 就是这样配色 我先还是取消了 我先说两句 配色 有同学喜欢这样配色 就比如说我新建一个配色层 就是没有这个mask的时候 他觉得 这个是个整个大色调 大色调是这样的 大色调是这样的 啪一填 比如说这个色调 我要这个整个色调 我啪一填 就填了一个这色调 有同学说 这个色调好像不太接近 那我纯一点 就先填一个这个色 或者你觉得是个底色 是整个蓝色比较多 你就填一个这样底色 蓝色比较多 冲突下来 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些东西出发点不一样 比如举例的 我先用一个冷色 就我觉得冷色多 然后就用这个出发点 然后有人用暖色 都用这个出发点 这个随便都没有问题 有些人填mask 就是先填满了以后 这几次就白犯不上来了 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填色 就比如说 选一个没有压力的这种线性 就比如说这种线性 然后就开始填这个mask 对吧 就是黄色 就比如说 我要填一个发绿色的黄 然后就开始在这填 这样填 然后每块最后直升填完 然后填 就这样填 就没有压力的线性 然后这样都是 没压力 零压力速度 然后我以前也这么教的 就是先填好的 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说 就是一块一块画 就一点点 就一块一块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画有什么好处呢 就这样画的好处 就是你更加的主观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 我脑子里有一个 特别鲜艳的颜色 它一直在跳跃 然后我觉得颜色特别干净 非常新奇 然后非常非常棒 这就是我一上来要的颜色 我砰我就上去了 我上去以后呢 别的颜色是围绕我这个颜色画的 就比如说这黄色特别好看 然后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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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一切都是它的轮套色 就是为了让它牛逼的 所以说我是以这种颜色为主观来去做 就一上来 你想让这个画面中的哪个色彩 超级牛逼 怎么怎么着 你最好一上来给它定一个key 就定一个接 就这么个意思 那我如果要整个铺一个环境 会怎么样呢 你这个颜色会非常被动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上来给一个主色调以后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就是 我砰 可能一上来这个绿色呢 它就没有互动的情况下 你会说 是不是这个绿色有问题 然后意志比较坚定的同学啊 他就会说我不改 我就他妈这样画 然后就这样画 这就不会出现问题 就跟自动转化成 我现在说的模式 但是有问题的同学会怎么样呢 就说 哎呦 我这个绿色其实上来不行 是我想错了 我的想法不对 他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就开始说 哎我这个颜色其实不行的 不靠谱的 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幻象而已 这是很浮华的 然后一点都不接地气 然后不能用这个颜色 然后什么可能都可能发生 然后这个主观的颜色 就这样被淋灭了 然后 所以他的颜色呢 不跳跃 所以说 现在我教作业 大家做色彩的时候 就是 一切要为你的最好的 最激烈的 最激烈的感官让路 就是那个最漂亮的颜色 你是不能让路的 就是一上来 就必须得提前上去 然后后面的话 是因为态而和谐 而不是因为这个环境而和谐 很多是上来做环境 做完环境以后呢 主观色没有了 就是那个最跳跃的颜色不行了 就画完了环境以后呢 然后那个颜色 做着做着已经不是那个色了 就算有那个色 最后会变得非常安全 会变得 不爆炸 然后不激烈 不亢奋等等 最后可能啊 当然这个 整个完成你情况下 还是经历各种调整啊 但是 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说 给你最想要的颜色让路啊 这就我要说的一个东西 可能你现在有 有些人可能听不懂啊 这个 没事慢慢消化啊 好 我们现在开始了 好 这就是层构架 然后把这个线开着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个定 有个位置啊 画出去了 画不出去 反正我这个mask也不是多精准 为什么 因为厚土啊 无所谓的 其实啊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关系 做关系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换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但是比较纯粹的一个颜色啊 保护出过色 就是说不管这出现了什么颜色 这个基调不能太大的变化 它不能有有有太多的差池啊 选上这个颜色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会 一个叫做上个提 一个就下个压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片颜色里用或强的颜色 然后就用过深的颜色 反正随便你 然后就压下去 或提起来 大概这样的状况 但是你压下去提起来的话 一旦提过了 就是花碎啊 好 这是我们 哎呦我怎么关了 我们上个提的话 就是上个提 这是基础色 然后下个压呢 这就是下个压 就是每一个变化的颜色 都会在上面的一半出现 那一般情况下 如果下个压的情况下 我会偏一点点色相 如果说完全就在这个面板里走的话 就比如我刚才选的那个颜色 就比如我们刚才选重新进来 就比如我刚才选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只是在这个条呢 就在这个画块条的话 就只加白加黑 它没有色相偏移 就只加白只加黑 只加白只加黑的话会怎样呢 就一旦画面中 这个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 就就会就会就会脏 就是只加白只加黑的状况 就会脏 啊就这样 有人说不打光吗 打光当然要打啊 我现在不打啊 因为什么 因为在搜索素描啊 调节的问题是后面的条 然后呢整体条 现在不打光 就是二次元画法不打底光 为什么关系 关系相当于画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这个这个画面中又出现了 就出现一个在构有色里面的 手光的暗面 我也同样能选出来 这么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先分割啊 分割黑白灰啊 差不多就这样的状况啊 好 那我们就下个压 然后做一点的偏移 那你看 这样的一个压色呢 就你会想上来 哎 它有点不脏 它上来就有点不脏 它不脏 如果你在刚才那画框里去做的话 它这个就有点脏 好了 干什么 做闭色 啊 这个小小小的这种怪物会带来一些阴影 这些面交线 然后有人说 你你你要不要非常 这个 就老谋深算的 非常的 诚服的去画一遍它呢 就是你也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那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词出来了 就是单纯啊 你可以把单纯这个词呢 理解成一个 一个叫什么 它叫做整 就是整 关系整 就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 就越整越好 啊 有人说 一个整字 可以让你学半年 这句话一点都 不错 啊 就有的同学上来就城府特别深 啊 非常不单纯 哎呦 我想的多了 就恨不得一下完成度百分百 啊 画了又花碎 啊 这就是不单纯造成的 不整啊 他画了很多内容 但出来效果非常不好 他画了很多内容 但出来效果不好 就这样 好了 我这个色可能就画这么多先 我说老师 老师这没有任何完成度可言 啊 这没有完成度可言 对 本来就没有这么多Mask的区域呢 我我干嘛在这死客 好 我们再用色彩范围 啊 色彩范围也行 然后你调完这个融参 用这个选区也可以 呃 两个手段是一样的 啊 把那个钩调了 然后他一样的一个状况啊 好 然后 当然是 把它打开 然后 在上面画 这个呢 我们用压 因为这个黄的已经比较白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受光板已经比较白了 然后我用一个黄色压一下 你看这就相当于画暗面 嗯 挤这些 挤这些白色的区就好 有人说老师 你好像似乎画的非常随意啊 这这个 这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 看着好像是比较随意的 但是让呢 你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控制啊 就能看到整体 啊 所以这里会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 战斗力强一点的同学 好像就是 不辛苦啊 战斗力弱的同学的话就是 画的很费劲啊 画了个东西最后不是个东西 就这么个意思 好 我们就 用非常简单的颜色 什么简 有同学 老师你为什么说是非常简单的颜色 就是三双色 我现在不开选区 因为这些地方非常小 然后我就干脆就烧带脚化了 这些地方非常小 因为这个蛋糕的话 是上面有一层那种 像那种果冻一样的东西在上面 我就需要一点点收光面就可以了 提一点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再选区再去调的 麻烦 就挤一点出来就可以了 我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再选一些面积比较大的 我从蜡烛开始了 从蜡烛开始 三根兜 这几根兜都画上 都选上 这个插碗先等会 还是那句话 先从大面积的地方开始 还是常规笔 你看这根 直接吸收画 这就光谱的一些衰减问题 可能有紫 好 这根呢 偏红一点 然后呢 偏这个 这个整个偏通透一点 通透一点 下面用点冷色在里头 这些地方都很白的 因为我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蜡滴出来的这种油 这种滴出来的东西 然后我们 可能在后期的时候 我们再 画一些阴影上去 就闭塞的这种东西 就闭塞的这种 上面的这个蜡烛呢 你看用这个树的这种颜色 非常紫的这种 它有蓝色在里头 这个交界我刚才没有分开 所以这个就 说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便利在里头 就是 我画不出去 我随便切 我这种颜色的 我看你 对 我开ア 然后 我 好了 我画的都是相对来讲 比较整的这种东西 你不要一上来想完整度特别高什么的 这种东西想多了不好 单纯一点 因为现在你要看到的是一个大的关系 等待我所有的题材出来以后 你再一起再调配 然后现在就是在做茶杯的 因为它也是比较大的面积 茶杯再调配出来 好了 然后你看茶杯的话 其实这里有好多瓷碗 这个瓷碗的话 就是基本上以蓝色基调 然后还有照明性的红光为主的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加一点点红光 然后这边就比较冷 这个蓝光在里头 其实作用蛮好的 把这边有一个 也有一个茶牌 吸上 它的这个瓷碗面里头 有很多的红色在里头 把选序关了 这样的话让你们看着稍微输了 然后画不出去 在这个明暗胶线位置的这个位置呢 有很漂亮的红色的碰撞 这就是染色区 到这边以后呢 非常蓝了 好把选序解了以后把这画下阴影 然后这边的话也会透一点点小红的出来 这边仍然是个精油 我这个现在在上面有有有问题了啊 打我了 好了 我们现在缺一个饼干 饼干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吸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几乎是自己来靠自己 靠自己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说的这种靠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去遇见它了 它在一个光色的混合下 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饼干的颜色 就是它会被染色很厉害 上面有些曲奇它还收光的感受非常强 一开始刚才画的这个颜色 就是因为我没有加色相啊 所以说它有点脏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它偏红紫了一点 所以说它有色相的 然后明显就会好一点 那这边光的原因 这个地方会亮一点 好了 接下来是 画一下这个 颜 先画皮肤吧 皮肤画完了以后 马上就会有些效果出来 这层其实开不开不都一样 选区隐藏调 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一个脏的颜色 其实它不是脏的颜色 它有深的咖啡色的颜色 其实不是咖啡颜色 其实这个人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我是同样有一张参考资料 我看一下啊 就是一个这个 就这个这个黄丝袜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一个 还挺性感这种感觉 你看这个颜色是完全一样的颜色 除了这个发色不一样 然后这个这个人的你看我吸一下这颜色 你看一下 你看我吸一下 它这个色对吧 然后我X把它拿到后台去 那这在后面 就是X 这个是现在前景色 然后再吸一下它 两种几乎相似 我现在选的颜色 比这个颜色还还还稍微的深一点 你看 这个这个它比我深一点 我比它浅一点 这是我的颜色 就是这是我的颜色 然后这是它的颜色 就是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白皮肤的颜色 他这个白皮 他这个至少没有像这种像黑人那种颜色 但是现在它就像黑人颜色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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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固有色之间搭配造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它是光面 因为它俩的光的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几乎是用不上上面这个 我用不上上面的 那我先做一个大的切光 而不是这个大的这种逆光 切割的精准不精准 直接能反映你最终这张画会怎么样 好 这是我一个受光面的 但是闭色的话 我可以参考了 闭色就可以参考这个辐色 用它的闭色 二次元的话 我一开始就说了 就是他这个关系 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 太过于城府的话 反而不好 然后这个我解开选区了 把这个边缘稍微的做一做 不是丧尸知道吧 就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 灰色的颜色非常好看 不要以为总是画一些桃红 黄色的那种皮肤 好看高级什么这样 我跟你说真是 黄皮肤特傻逼 桃红色的 不是说 很容易得的人 就是你用一些桃红的 这种常规颜色 画习惯了以后 你会变得非常非常套路 然后特傻 就是画桃红皮肤画多了 然后不咋地 这么多的 看一看 这种团色的 看一看 在这个团色上 这种团色的 这种团色的 那么多的 看一看 这种团色的 我们可以变得到 这种团色的 再来 团色的 我之前一直喜欢用这个画白头 然后很多人喷我 老画白头 不会画别的省 我想想也确实是 干嘛老画白头 可能觉得比较酷炫 这种感觉 后来我现在就 总是回避白头 弄得我自己有点不舒服 感觉完全是被别人影响 现在剩下的东西都是比较小的东西了 就比如说像这个蓝莓 我画个简眼出来 把一点小小闭塞 然后迷口头 这迷口头就更简单 我觉得因为它面积比较小 往下压吧 这张画的主题 可能就比较甜美一些 可能因为我毕竟选了食物 然后后面会越画越干净 越画越纯 那可能就 到后面可能就越画越鲜 先做关系 其实就不管那些 好了 这个系统就是这么二 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它它不管你操作不操作 反正它到时候 它一定会跳一下 还得设计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 刷 其实我特别喜欢画这个 这个部分 我特别喜欢刷 其实也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简眼的光 为什么这边这么锐呢 因为这个位置高 光呢 它打过来 它是一个逆光面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 比较低 这个光打下来 是一个瘦光面 这个平瘦光 所以说它这个面交线缓和 上面就比较大 然后我们现在闭塞 从这里取一点点闭塞 虽然说我们不能锐它的瘦光面 但是 这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来一下 好了 好了 然后这小地方的话就是它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就简单的卡一点的闭塞 暗面的这些光影稍微的冷一点,这个受光,就蓝莓尤其到下面的时候比较深,我做MASK的时候也跟上面不太一样了 好了,草莓其面积不大,我们就不用再开MASK,然后就直接在上面点几笔剑影光 现在在验影中,它的这个,眼光的高光,然后闭塞,闭塞这个红 好,接下来是刀片 刀片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玻璃质感,不是这个金属质感,金属质感,然后它有一个那个所谓的那种有点镜面的这种感觉了 所以说它的明眼交线会非常非常硬深,对比会比较强,就像这个叉子这样的感觉 而且这边有一个小,就有点类似于切光的样的东西 这边需要一些蓝色,蓝色作为它冷光的这种高光 OK,然后下面需要一些深的红色作为阴影 这个盘子的话就快就阴影 盘子的受光面,有些地方也特别亮啊 其实这个盘子我也找了一个参考,但是事实上这个色彩跟我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比较差的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未来我有可能会有些发挥空间的地方的,非常重要的一些 就这个,这个我可能会在未来,我可能会做成什么琉璃啊,什么烂包都可能啊 这个,这个会比较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就有点像,就比如说像这种可能会都会有一点,这个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想象力比较可以释放的一些地方 我要的色彩会比较多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散落的这些起丝的这种渣渣什么的这种东西啊,我们,我们可以后面的话后期的话适当的补一点出来 这些B色的一些小的应用 我们现在是后土啊,所以说我们,就规则性的东西就不多啊,就是,那就是得特别整齐啊,什么这种东西就,就没有 其实我找了一些起丝文理啊,就,就比如说,很好获得的这些东西啊 那这个后面完成度高的情况下,这些小的坑坑洞洞啊,什么要画一些 啊,但是现在是关系啊,我,我,我现在就,简单带一点 小的坑坑洞洞,啊,带一点,啊,这个小,小的这种小天使还没画啊,我们待会画一下 啊,这个,这个女的就从这个起丝里跑出来的 嗯,这绿色没压下去,然后给他,他也是面积非常小的部分,然后就压一压 嗯,他非常非常小,啊,这未来的话呢,不是说他画不清楚,他也得画得非常清楚 但是现在做,作为体块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 没办法特别,特别,特别,大主力的这种感觉,他是没,没办法的啊,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于他 好就现在看我 现在我对这个上面这个层满意不满意 如果你不满意的情况下 我们就就再画画 如果你满意的话可以合了 我现在其实也没啥不满意的 就给它合了 就这层就合下来了 这层合下来以后 就刚才不是有同学说吗 老师你怎么不做光 我们先就开始做做光 你看我做光其实很简单 就是体量工具 体量工具变成高光 这一定要重要的 然后它会有光谱的这种偏移 让我抱一抱出来 那旁边压一压 按着alt键就是往下压 但是这个压的话 它有个命令在里头 比如举例 我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压案的话 就最好是中间调 中间调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带着色相 这边其实有个皮卡丘 没画无所谓的 先这样画吧 就把这底下的光挤一挤 往中间挤 按着alt键呢 它就体量 然后这个高光 就会爆出一些颜色出来 如果爆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发白了 就比如说这里发白了 那你呢 就保护色调 那你呢就保护色调 这样的话呢 它就它就可以爆的时候 它就保护这个原色 呃原色 就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然后我们现在 我的历史工具掉出来 那历史 那我刚才没爆之前是这样的 你看一眼 是没爆之前 就是爆完了 爆完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里爆了 然后我呢 稍微回来一点 你看啊 把这里稍微的 用历史工具找回来一点 找回来一点 然后呢 我觉得爆白了 那我就保护色调的爆 这样的话呢 就你看 它再怎么白 它不会太白 你看它就 你看它就 它就会 你看到蓝 它就到这了 那如果不保护会怎样呢 不保护就是白 就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就 注意啊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保护色调 就让它出点蠢出来 好 然后再 不保护色调 把内焰爆成亮的 其实也没啥太大区别 就是告诉你 这个功能的使用 好 剩一个小天使 有东西说 这个女的 好像肤色啥子 都没控制 对是肯定的呀 这招这么急呢 好 我们现在 先把小天使画了吧 一件事一件事干 有东西说 这图怎么那么小 画 又不扣 又不扣细节 弄那么大干嘛 对吧 弄那么大 还占内存 对 原子动力的机器 一项都不是特别好的 都是能画就行 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我觉得用那么多高科技 干嘛 这个地方是教你 教你画画的地方 又不教你装逼的地方 是不是 我觉得够用就够了 要扣细节的时候 展大点 层会减少一点 大概就是 我家的机器配置 非常低的 我又不用它做3D 我做3D的话 肯定是超牛逼的配置 我那么有钱 对吧 开个玩笑 这我觉得是人吧 干啥就干啥 别在那 装逼 说得及吧 可外太空了 它干的都得朴实 那还不如说得朴实点 干的外太空一点 挺好 那小红裤子吧 反正它面积很小 我加一点 我其实一开始 我都没顾上它 好 这个地方呢 也是阴影 这个地方稍微深一点 就是它这个 荷叶边的这个头饰 从固扬色角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白色的 在这个环境下 它可能会发一点冷 就是同时说 老人你画的颜色 似乎有点 不够干净 现在都不着急的 符色不好看 这个感觉肤色不是靠你最终的积色的就好看 不是靠你积色好看 它是靠最终的 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程度的 我现在可以再稍微的浅一点 因为线挺脏的 那里面黑的 我现在把它变浅 这意思就是说体块会慢慢的至上 体块会变成最终牛逼的东西 哎呦 画错层了 这个叉子没画 这个忘了去画了 饿了 这个时候说饿特别残忍 因为外卖都点不出啥的 那时候饿了就下个面吃 你家门口的泡面都卖空了 一次去超市泡面那格都特惨 哎呦 从来都没有那么想上过班啊 但是我就想过两天一上班 是不是又不能接受这个财产的事实 因为确实 大家懒得也挺爽的 然后我今天来直播 我公司来了几个同事 我的天呐 抢着说那种感觉 你看就是 你看就看下闷的时间太长了 嗯 嗯 随着你的这个进度的增加啊 那个线的这个概念会慢慢的弱化 啊 然后体块的世界会慢慢占领主动 啊 很多东西就不需要这个线在里头怎么着了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啊 当然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就是有些同学这画最后是透线的 就留着线啊 这挺好看的 我也承认这个有留着线很好看 那什么是更好看 更好看就是线跟你的关系色彩 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互动 这个互动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啊 肯定你说了算啊 就总会有一些人在指手画脚说 啊老师你应该这样 我应该怎么按你屌实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嘛 他说 所以说有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这种左右 就是他总他总感觉你没画到他心海里去他总想提点意见什么 你知道呢 你就觉得特别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的一些这种概念啊 或者说这种美式认知啊 其实有的时候挺极端 就很愤青啊 但事实上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错的 就美术这东西啊 总会有人想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这都是初学者在提的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老师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 其实没有什么应该的 就画画这话特别打脸的啊 就是当你在一个环境里 在一个大的环境里 就比你身边全是画写实的人 说你在聊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套规则 但是说如果说抛开这个环境 离开这个环境以后呢 什么规则都不是规则 就你会发现就根本就没有啥好讲 你比如你在中国人圈里头 然后中国人的形式的方法 然后一旦有点什么出落子 你会说你怎么这样的 对吧 你怎么这么傻逼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当你到国外去以后呢 一些不懂事你就会变得 人家本来就这样 画画是一样的 就在乎于说你干的东西 是不是在当下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合适于现在状况 画画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必须的 好了 我们该画画五官了 就我们现在 就是你想给个什么色的眼睛 比如说比如我们想 这个也都一直都相邻色吧 我就给个橘色的眼睛也可以 绿色眼睛也可以 绿眼睛有点狼了 眼睛都绿了 听着不好听 我现在加一点点补色 能说老师你刚才颜色 一直都是很柴的 这补色环节干嘛的 补色环节就是让你的颜色不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一主张 就是说在对的事情 对的时候干对的事 就是你做关系的时候 你甭想那么多 现在我开始补色 然后换个软笔 我换个软笔 硬笔的话 容易让这个关系太硬 那我现在补些色 在面交线这样加些桃红 这个桃红加完以后呢 待会再会在岸面的再补充一些 这个白的冷的颜色 我换个软笔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的这种概念里头 就是我教我自己的学生 我特别讨厌学生像我 我画画特别跟我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 所以你们如果要去原则东西官网 可以看看 就是不会有 就特别像某个老师的风格 当然有些人就特别那种 就是这种 纯老残粉 或者是纯的那种 死粉 铁粉那种 那种可能会 他就想那样 你也没办法 你跟他说 他也不明白那种 那你就算了 你也别跟他刺激歪歪 但事实上 我鼓励的还是说 尤其画是次元同学 我觉得你早点研发 你自己的新风格 或者是你的个人的秘技 啥的 就是独特的个人风格 我觉得早点研发特别好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很多同学 都是迷恋现在这个圈里的 一些大大的画法 或怎么样 就是我认为 人家那些人 他们有个性 或者是有自己的特点 都是画着画着 就开始自己研发 自己的这种美的东西了 就是我现在画了 我自己的风格 其实 我几乎 我就没有 没有说 就是还是特别喜欢某个画家 然后不停的看他的图 然后在他影子下寄生着 就是画写实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知道吧 就是这个画出所缘的话 就是其实已经 技法上已经非常简单了 就不是说那么的复杂 对吧 不用你画的多么的厚啊 怎么着 就这个的话 你其实个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画一个 你画一个二次元的东西 对吧 这个 你看我这一晚上 我就这么几十分钟 反正我觉得 我已经把体外观有的切光了 然后再待一会儿 我就该做细节 我觉得有什么难的 如果要画写实的话 这个观影至少 贴一上五一天至少 对吧 就为了让他 让他这个 这个戏啊 或者到位啊 讲究啊 层次深 其实这个东西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便利的 然后你呢 现在没有个人风格 然后全是 人家怎么画头发 你也怎么画头发 人家怎么画眼睛 你也怎么画眼睛 人家怎么怎么 就人家怎么怎么 你就怎么怎么 然后这是可以得到短暂的快感 就是你可以快速就有个样 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样子 这个没问题 就举个举例 你喜欢日本某个 什么画师的 小日本这方面还是厉害吧 对吧 就是 就当我每每看到 国内的一些画家 画超牛逼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 蹦出来个日本的一个 也不咋出名的人 然后我觉得就可以被秒杀 然后我觉得 毕竟人家 发明的确实还是明的 这个关系好像开的不够大 好我在这边的话 我加一个稍微凉一点点的高光 收光面有点暖色 然后暗面的这个 这个反向光 我稍微给它冷一点 用一个绿色来画这个这边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肯定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过渡 这边有病骨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过渡的话 需要点韧性色彩 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些比较刺激颜色 看看能不能刺激一下这个 但是一定不要破坏了固有色 这绿色的面积开大了 挤压它一下 而且我刚才加阴影的时候 把这个颜色做的有点脏 推过来 这个小小的怪我没画 迅速切个关系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到11点 哎呀 今天这个时间过得真是快 一通报奖 今天晚上这个词用的太多了 我刚才没有看这边这个留言 这个这个这个聊天区 我看也 有人提问题吧 如果你要有人想提提问题的话 就是对我今天讲的东西有点 不太了解 不太明了 然后你们可以聊两句 然后我给你们解答一下 然后因为咱们也快接近尾声了 因为我每次直播的话 都是去公司直播的 因为我家里 哎呀 一个是出现一些意外控制不了 再一个就是 因为我还是上班吧 所以一般都是在公司 也不能太晚 太晚 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小区太晚就进不去了 有啥问题吗 看看 这个画的油是什么意思 画的柴是什么意思 哎呀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 你不用非常明去钻这个字眼 这些呢 就是一些地方性的专业术语 就比如说 像这个柴这个词啊 这柴比如我学习的时候 我在北方那边学习啊 就是天津北京那边啊 这个在 就是我当身边全天津美院的人 就是他们在聊这个柴这个词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柴 就一说这个词 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 一说柴呢 就是指两个部分内容 就是一个是没有什么色相 就没有色相偏移 就是这个画面看上去很干苦 啊 就是就比如像现在我画的 就相对来讲比较干苦 因为它是 它是一个纯的素描关系 就补色东西少 那颜色就感觉只有灰白的这种感觉 虽然我现在即便是 即便是我在里面做了一些偏移 但事实上仍然是有点柴的 这个颜色仍然是柴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素描关系 就是加白加黑 这个动作执行的比较多 那随着就你看我刚才这个脸 现在已经开始比较好 就开始有点好看的东西出来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加了补色 加了补色 就是相当于你的色相偏移 会越做越好 啊 然后这个头发也会慢慢的偏红一点 啊 就是你看比如局里的 我现在在这个 这个发色里 我开始加红色了 啊 就是我在一个基调上 然后慢慢的让它透色相出来 啊 如果说一上来 老师你不能一上来就干这件事吗 一上来干这件事 能于花碎 啊 就不整 啊 一上来 你什么事都有乱七八糟的 就这个大的关系 环境啊 就控制不住 所以说一上来低发色度 低发色度是为了让关系整 然后花到后面色彩越来越丰富 这就颜色就慢慢就开始 就丰富了嘛 就不会花碎嘛 不会花碎的基础啊 就就就慢慢好 啊 然后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柴啊 就是干色 颜色干 补色少 然后那个对比过于强烈什么的这种东西啊 然后然后油是什么呢 油是指这个画画油分好种这种油的那种类型 这个其实全国都通用啊 这个词 首先第一个书面上意思就是说你画这个东西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 就比较滑啊 就是有的人说老师那二次元的话的没有明显的明显的明显交线 是不是算油啊 油的具体的概念是指你的黑白灰的分离不好 并不是说笔触问题啊 就是你黑白灰的分离不好啊 我今天的这个时间没法给你们讲分离这个课了 这个分离的课呢 是很大的一节课 就黑白灰的分离非常非常重要的节课 在黑白关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课 而且大家在练黑白关系的时候 这节课要很长时间经历 就至少经历 至少经历一周到两周来做黑白分离 就练这个东西 啊 就不是说不是说老师我用软笔画 然后就把它糊过去 就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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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分离 我软的关系下明明中分离的非常清晰同学很多 走吧 好拜拜 我公司有一同事要回家了 不过来 不过来 否则小区进不去了 我最终我这张画 我可能画到后面的话 我也是有些地方非常非常快吧 哎唷接接你了 好 马上了马上了 同事有些 迟一点家人过来接来了 好老公啊 我再看看问题 如果画的颜色 大面积脏乱了 怎么补救 我来给你 大面积脏乱呢 就是如果是你关系性的脏乱的话 是没法补救的 推了从切 就关系是推了从切 就这种状况 那就是如果你色彩预见性好的话 你觉得就是不用全推了 然后就是有一部分推掉 保留一部分还在哪 因为什么 因为灰色 也没色相的颜色 必定都是不好的颜色 因为灰色白色黑色 毕竟它也是个色彩信息 它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如果你色彩预见性好的话 就是你知道这个颜色最终的变成成这样 它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大面积全都是脏乱的 完全不靠谱 就比如你key也找不着 就接你整个 比如说是一个多浅多深的阶 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现在这个颜色 我框一下压的这么深 在这个基础上 我可以画一套色彩体系 在一个高阶上 在这么浅的阶上 我也可以画一套体系 那我都可以让它好看 但你一上来 这个腔调都没定好 那你画的颜色 就全都是拧的 那这个就重切 就体关关系 什么东西都重新来 这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说得看你什么状况 这一句话是解释不清楚 还有什么事 我再回答个问题 白色光该怎么色相渐变 有固定的色相 没有白色光 这个理论上这个世界 没有白色光 它都或多或少 带一点点倾向 就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一个写字楼里头 你看到的一个管灯 管灯出来的 这个光里就带一点冷色表 它就带一点青蓝 然后它就按青蓝色这种 这个我给你念一个 这句话是定义 就是光通过棱镜 能分离出来 是成黄里青蓝紫 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就是所有的颜色加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就呈现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白光 懂吗 就是所有的颜色叠加在一起 所有的发光色叠加在一起 最终就是白色 所有的不发光色叠加在一起 就是黑色 就是我们说的RGB跟CMYK 就是所有的发光色叠加在一起 最后就是白色 就比如说三元色RGB RGB叠加在一起 就是比如说红色跟RGB黄色 就是R是红色 然后G是绿色蓝色 就是这几种颜色 它叠加在一起 就两种的颜色叠加 是另外一个新色 另外一种新色 再叠加叠加叠加 再做叠加就成了一个白光 你回头 你到我们原作内的话 我给你做这个光实验 没有白光 对吧 就是有些东西是没有这颜色的光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世界里 比如说 就说褶石啊什么 有些颜色是没有这个光的 对 它就是我们刚才光谱上看到的那些东西 只有那几种光色 没有别的 别的这种光色 而你给我来个土光色 没有土光色 没有土光 哎呀 我的笔刷其实毫不高科技啊 就我的笔刷其实哎 你要知道我原动力不是不是教你画画画画什么高科技的地方啊 就是啊 什么新鲜技巧啊 什么教你个什么3D啊 什么什么一起画什么的神奇笔刷 我的笔刷其实早在几年前玩写实的时候 还算是有点高科技含量了 就有几个大大的合集什么 我用了一下有些 到现在我已经很多很长时间没更新了 我已经几乎有一年多两年没更新了 我以前每半年更新 现在我就不更新了 为什么 因为不玩笔刷了呀 没有什么笔刷 二次元什么笔刷啊 我看有好多同学 二次元 就是 一根笔走到头了 都没笔触 你说你你笔刷啥 我的这个笔刷你 我的笔刷就是几年前的笔刷 我随便给你的 我一点都不吝息 就是一个软笔一个硬笔 然后还有一些材质笔 然后我还会教教这个笔刷 因为我毕竟写实画的也挺牛逼的嘛 我怎么这么不要脸的 再回答个问题 咱今天散了 冷暖色穿插的规律能讲讲 哎呦你这个问题问的就特别奇怪的一个问题 就冷暖色穿插的规律 你这个问题都不叫个问题 知道了 这个冷暖色指的就是冷光跟暖光 叠加在这个固有色中最终形成的一个状况 就这么一个状况 它其实是个设计问题 你懂吗 你想来什么程序的光就是什么光 你想什么 比如暖色的光就是暖色光 冷色光就是冷色光 对 有的时候你的设计会非常非常不合理 可能说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受光面一个暖光 暗面一个暖光 暖光加暖光 没变化 没冲突 就是现实世界能不能出现这种状况 当然能 能就不一定好看 知道吧 就是能的事多了 但是不一定好看 就有东西说 老师你最终你得画到自然 什么是自然 自然就是毫无修饰的这种感觉 就是自然 其实我跟你说 学美术的 如果你这个东西都没弄明白的话 就是你还是个画匠 就你画的好 但是你狗屁不懂 没有文化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说是自然的 全部都是被设计的 全是人选择的 没有所谓的自然 全是选择的 你认为好就是自然 你认为不好就不自然 懂吗 就比如说咱们说 我这个原总理 如果是我的学生 都会听我说过这段 就说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 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下 我让我们看着全 连绵的群山 然后我觉得非常牛逼 然后这个群山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个群山大概就这样了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有高的 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个 这个就 我就选择一个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但是我告诉你说 群山里有好多都这样了 只不过你照相的时候 你不会照他 懂吗 你选择了一个有高有低的 你就觉得 卧槽这他妈的自然 然后你没选择那些不好 那就是不自然 那就说选择是你挑的 是你觉得好的 那大自然造成的重复的东西很多 就比如说不褶吧 不褶是不是随便一窝就是个好褶 随便一窝那褶难看的多了去了 全部都是人为的东西 全是被选择的东西 被选的东西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自然 懂吗 全部都是有些节奏规律的 什么规律节奏呢 就按照你人自己设定的规则的节奏规律 因为人他妈就是台机械你知道吧 这个世界是由各种物质组成的 他就是有好有坏 然后你就会选择你舒服的 然后因为我们大家是同类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 这种好 就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马看见你以后 他就没有性交的欲望 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你他妈长得就是个怪物 对吧 当然你看马也是一样 对吧 你会觉得我靠这个马 怎么会让你有性欲 除非你是变态 除非你是变态 你是变态 你会觉得这个马让我性欲高涨 这个世界也是这样 就是你各种你选择的东西 你认为都是自然的 你不选择就不自然 这人非常自私的这么认为 但是事实上一切全是被选择的 一切都是有固定的规律的 就比如群山 我们刚说回来了 就是什么什么一大一小一中比较合适 然后三个全小三个全大就不合适 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对吧 我刚才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是你你自己画的头都是道的 但是你自己什么都不懂 然后你就是个没文化的东西 行了今天也画不完 然后我今天呢 就整个流程我就做到这 其实题外关系也差不多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回去再画的话 画一天差不多就画完 然后感谢你们来到原始动力 然后听了我的课 是吧 然后听了我一通不哔哔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 谢谢大家 对 对 也